284 東方日報 《古海珠基 勸商股掌線型樂觀!2015年7月10日產經》 B07 《古海珠基 陳鳳珠本州內地21家勸商戚指1,200億元 人民幣資金分批入市,並表示中止處於4,500點以下置營盤不減持 但要留意即使1,200億元存數入市 而A股每天成交額如萬億元計算,佔比只有十分之一 對股市的支持力度有限,除非內地不斷企水,否則難以推升股市走勢 今次內地推出一系列救市措施,但A股似乎不太領情 主要因為市場恐慌情緒較高,且資金流動性或不足 部分投資者更轉移資本港提款,股市下跌觸發更多平倉盤 而本州低位計算,次下跌超過一成 國企指數更錄得約15%的跌幅 受惠市場改革其實,今次國家隊入市,估計中資金融股會成為吸納對象 內銀、內險及勸商的A股走勢熱救H股理想 目前H股股價及股值已回落至吸引水平,股投資者可作部署 事實上,已有如10家內地勸商公布6月成績 當中部分勸商的收入及盈利均還比6得商位數字增長 不過,住以內險及勸商均有動用資金參與今次救市 或令投資者有累期投資收益受影響 但長線仍相信行業發展前景明朗 此外,不少內地上市企業已於市場上回購股份 中止勸商亦陸續促成大股東增持 甚至計劃實行員工持股計劃及股權激勵計劃 穩定股價走勢 其實勸商仍會受為市場改革 尤其下半年深港通有機會通車 而資產證券法等將繼續實施 調勸商的盈利盈穩定 顧看好中長線走勢 新萬宏園、香港、研究部主管陳鳳珠 作者為註冊此牌人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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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間星想看好中長 gone